我们再来看网友的另外一个问题 他说想问一下两位老师 赖会不会打击王他所有党内外的政敌后 导致了台湾岛内民心离心离德 反而更容易让祖国加以分化 加速收回了台湾的进程 赖清德会不会变成赖建国 来 谢老师 这是一个对川建国外绰号的命名的逻辑的 一个在台海领域的自然的衍生 这种场景很大胆 但是在我看来真是不能排除 因为早在蔡英文执政期间 很多人就讲其实有的时候要感谢民进党 因为民进党的很多的做法 加速了两岸的这种统一的竞争 因为民进党摧毁了很多两岸和平向前发展的基础 迫使中国大陆不得不以更大的可能性 去以非和平的方式去解决台湾问题 这是第一个对这个问题的直接的回答 第二个就是赖清德能不能做到这一点 其实还要打一个问号 刚才历史歌从台湾的法理的角度上讲 确实按照台湾的地区的相关的限制性规定 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权力极大 真的是极大 他比美国的法国的都要大 我们去看台湾的政治去了解它的法律的时候 都会感慨修这个法的人的想法 是不是就是希望有这样的一个超级领导人 去达到一些不可告人的意义 这个本身我这是一种暗想 但是这样的一种叫做什么来着 这样的一种设计 但毕竟要面对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就是四年的选举 它是一个选举 存在的一个选举周期的问题 你赖清德能不能在2028年之前 达到刚才那个结果 本身就要打一个问号 因为台湾的政治的生态的另外一个特点就在于 第一民间的力量还是确实是比较有的 比较大的 第二个当台湾已经进入到一个相对发达程度的时候 它的内在的制衡力还确实实实是有的 确实实实还是有的 这套东西虽然经过参议文的几年的一种破坏 但是我觉得对于台湾的人 就是台湾这种台独领导人的制衡能力还是在的 所以也不必过于悲观 就像我们讨论的是民进党的内部派恶斗 可能未来还是会有 第三点就在于用一句话回答 就是我们的反毒恶毒触统工作 会按照我们的意志和我们的能力和我们的节奏 就逐步的推行 不论民进党内部搞成什么样子 但是我们会以我们的方式去推动两岸的统一 所以大家要相信我们的决心和意志的不可动摇性 同时也要对我们自身的实力有信心 就无论它内部怎么搞 我们会以我们的方式和手段去实现我们 实现两岸最终统一的战略